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老师您觉得 我可能没有用这么多 我也不想机快出键 没有关系 这里我们还提供几个给你参考一下 一个就是这个 叫做Point2Flip 这个就有点类似Smart Home那种 像我一般看见他们是在右手边 有一个工具像吗 好 类似像那一种 所以你看 这个也是只有一个档案 当然如果您会得稳的话 一个档案就好 我不会得稳 所以要一个翻译档 好 就一个翻译档 那我们把它打开 兜兜两下 好的 在哪里 在这边 你会发现它很安静的躲在上面 等你按开始 你就说你平常不用的时候 它是躲在一个角落 好 那当你真正要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到这边来了 好 你按开始 有没有发现工具列跑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你就来 去选你的底刷的大小 还是说你要 比如说我们要看这里就按这个 总之你用画的好看一点点 然后叫同学不要乱看 就是它有打勾勾打叉叉 其实这个我们用在smartbook不会用 可以用啊 因为smartbook也只是一个投影 现在只插在学生的互动和部分 你要不要用这个 不然它也只是一个投影器而已 对不对 也是一个布幕啊 老师要上面操作都是没有发的 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画直线 画曲线都在这边 那么老师倒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它这里是有两种颜色 事实上是一样的颜色 可是真是左右边 因为左边的是移光景 右边的是属性 也就是说你看我现在用这个画 你没有发现它下面是会透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你用的是右左边 它就是直接画下去就是盖住的 有没有不一样 就插在这样而已 那至于说那些形状啊都没有问题 你要放大这里有放大的工具 所以好处是它就是工具列都不完 不用去判施线 你不喜欢要用完了就按离开 它就这种情况用索到旁边去 可以啊 都一样啊 一目上的都可以 只有一个不行 哪一个不行 播放视讯的时候不行 播放视讯的时候 如果老师你要放大 像我们当那个放大以上 你放大你会发现放不大 它就那么小小的在那边 面板会被放大 就是属于电脑的部分 但是影片的部分不会被你放大 好 这个是他们一个限制 好 那这个是第二个小软体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咯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 就是在这边 Screen Marker 这个也是一样 它也是有工具列的 有没有 上面就是跑出这个工具列来了 使用方法其实都一样 都是蛮接近的 但是用这个软体有个好处 因为我刚刚用的 比如说Unit也好 这个这个 他们都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当我进入绘土模式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超过电脑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讲网页 可是我把那个画放大了 画完之后 假如我要画下一页 我一定要离开才行 也就是我不能继续画下去 但是这一套可以 这一套可以 也就是说它可以 让你画的时候 你的底绩是留在上面 然后呢 萤幕继续操作 好 它是有一个缺点 它没有放大镜 它没有放大镜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 是不是真的这样 你看 比如说我再讲这一页好了 好 我就告诉同学 可能待会呢 就来这边 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好 那看好之后呢 如果你要继续操作网页 你就把 按一下这个游标 有没有 这个 游标把它按下去 它就恢复正常操作 你看我 往下 有没有发现 我的框框还留在上面 平常我什么时候会用这个 大部分是在放影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教同学注意一下 待会那个影片 哪个地方有问题 或者说要注意那个 重点在哪里 我不能把那个框框画出来 那影片继续播啊 没关系啊 那同学就是会注意那一块地方 那您大概了解了吗 好 那 当然这个橡皮擦啊 什么 这个我想各位 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全部清掉 就直接清掉 这些就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是跟老师 稍微分享一下其套 那么当然我里面 还有放其他的 还有放其他的 像 这个萤幕放大 其实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这个如果没有实行的话 你就是都是在 这样的状态之下去 操作 有没有 我不知道平常老师 会不会有需要 因为有些 尤其老师用那个笔垫 小笔垫的 小笔垫 其实笔垫看起来蠻好的 因为萤幕那么小 所以如果万一没有需要说 我就是要比较大的 这个肯线方式 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点了就实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 比较大的倍率下去 操作 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这个的话呢 我如果不要了 把它关掉就好 所以我现在点一下 继续点一下出来 好 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 现在有那么多的辅助工具 这些都免费的 可以帮助我们的简报 播放的时候呢 因为你播放的时候 总是难免会有 以外的东西 那这个就可以拍到那种 好